这个芒果要怎么做呢 天呐 等一下开了我怕我吃不完 这么大 没有吃的就先把皮削一下 OK 咱们现在开始钓客 来钓一条稍微大一点的鱼 这里开始 先开出它嘴巴 这个我就不删减了 到这里 做出它的尾巴 先开大型 从这里 做出它的鱼嘴巴 这样 肚子 在这里 这是它的尾巴 好 现在来开出它的大型 哇塞这个果肉好多啊 你看 其实它们钓水果就像它们 港海一样的 特别有乐趣 乐在其中 有吃有玩 嗯 这个芒芦果中间 坏了 好爽啊 这一块打掉 写下来 嗯 好 抓过后 然后再来修它的身形啊 这是一条海鱼 不是条鲤鱼啊 鲤鱼不是这么刁 有点类似于白昌 嗯 下嘴巴给它削一削 嗯 嘴巴这里给它打开出来 这里给它做顿一点啊 海鱼的嘴巴一般都不像鲤鱼一样 嗯 嗯 不像鲤鱼那么尖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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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老海 老老四啊 老四那个 真的 挺有乐趣的 它说话就是那种 很憨厚 不紧不慢的 嗯 看一下 把它对比拔下来 修平一点 嘴巴做好过后 把它的腮部都出来 腮部从这里开始啊 画一个大圆 到前面来 从这里再切一刀 取掉肥料 咱们可以变多变玩啊 如果不想吃了就留下来给它炸成果汁 加点蜂蜜 不要太爽 好的 在这里 再取掉一层 这段时间啊 南海的人特别多 突然入住到这个 医家里面来了 叫什么 风哥啊 强哥啊 波仔啊 都是一群 刚刚入住到这个大会住行业的 其实我也是去年 8月份的开始时候入住的 但是 有一段时间我都没有过来发作品 就是注册了之后 然后一直都在那里闲着 到今年的1月20号 我再开始来运营 从200个粉丝到现在已经有7万 接近8万了 看一下 这海鱼肚子是比较肥的 怎么就把这个肚子做肥一点 OK 像那种鱼呢 它鳞片 其实非常细 如果咱们要做鳞片的话也可以 做鳞片的话就这样子也 行 来复杂一点吧 就做点鳞片吧 鳞片就是这样的很简单 其实就是需要使劲去把它摸出来 一个夹一个就可以了 看一下 就是用这种方法 为了节省大家的时间 我就等下快进了 看一下 一片夹一片 OK 咱们看一下鳞片已经打好了 可惜啊 可惜啊 这个芒果中间有点坏了 现在咱们来做这个尾巴 就这样啊 取下来 其实老四真的不必要这样的 我不知道是炒作还是什么 不管你是炒作还是什么 都没有必要 做最真实的自己就可以了 不必在意太多了 挺喜欢看你的视频的 嗯 带一点S感的状态 我这样做的颜色 这一块就不要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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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做它的预备器 预备器 预备器在这里把子刀 嗯 这种海鱼普遍就是嘴巴比较顿 嗯 拿这么多就可以了 这包装就搞到烦死了 炒死了 嗯 没力 卡一刀 打出它的预备器 嗯 再从这个顶头 拉一刀下来 取掉肺炒 预备器就出来了 然后下面这里啊 等下再接一刀 接两刀就可以了 OK 咱们来看一下完成效果啊 就是这样子 最后装上仿真眼 就OK了 老四 快回归到阿铺主行列当中吧 别人想你了 嗨大家好 我是三毛 这一期咱们来跟大家分享一点干货啊 做了这么多西挑战不可能的 嗯 这一期咱们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用一个洋葱做一朵莲花 这个适合新手练习啊 干入门的朋友可以学习一下 嗯 因为视频比较长我就不打字幕了 我加的细一点 然后慢一点 莲花一般是六个等份 所以咱们现在先给它画一下 掌控一下 因为这个洋葱可能肉比较薄 你要去区分一下 不要画的太深了 第一层刚好把皮画过就可以了 对着画 这边也画一道 然后将这个两面均匀的分成三个等份 自己控制一下 也就是这样子 画到这个底部 这样再调查一下 这样再调查一下 就分好了 六个等份 第一面 第一个蛋不要画得太深的原因 是因为你等一下第二层再画的时候啊 就不会有这个刀痕 所以越控制的好呢就越好 然后画好之后 这样子 向中间画一下 尽量的是留上面的这些绿色啊 看到没有 这个洋葱它上面有一点绿色 做出来就比较好看 多留一点这个绿色 这种是一种白洋葱 不是那种红色的啊 那种红色的做出来也好看 但是这个呢 更加特别一点 做五山点教程啊 一朵年花一般在五大六分钟可以做好 做得快的话 教程的啊就稍微慢一点做慢一点 要不然别的朋友就看不懂了 因为刚入门了 刚刚接手的话 确实很难以看懂 好 然后把它一般一般打开 它自己就散开了 这个没有打开的啊 就建议大家再去画一下 不要硬去拆 硬去拆了一下这个半弄坏了 你就把整个作品都回了 看一下第一半就已经打开了 然后把它合拢了 再在这个沿着这一个半 任意取一个半都可以啊 在这个半的中心 再画一刀 这里再画一刀 可能可以先画好再去修 也可以 也可以先修一个 再去做一个一样的 这是第二层 看第二层其实很薄的啊 用这种方法 依次的做三层就可以了 OK三层呢现在已经做好了 一二三 然后接下来呢是搓它的那个花尾 用一根微型的搓刀沿着这个边上啊 从上向下搓 首先是向下 然后再卷刀向内 这样子搓出这样一条一条的啊 小细丝 一个接一个 这样搓下去 不要急慢一点啊 避防止搓断了 就不好看了 这雕刻是虽然有一定的耐性啊 没有耐性做不好 不要毛毛走走的啊 毛毛走走的 做出来的东西也不好看 嗯 就用这种方法啊 把整个搓一圈就可以啊 OK 这个粘心搓好过后啊 接下来就是去阿心了 把这个心去掉 这个去阿心的时候啊 一定要小心 要慢一点 多刀 用多几刀去掉啊 这样子 就不会伤到旁边的这些花瓣 唯一刀去的话比较吃力 一些小窍门啊 可以 学习一下 洋葱呢 它本身就是一种比较辣眼睛的 咱们可以拌一盆水在旁边 啊 掉一下然后放在水里面泡一下 沾点水就好了 不会辣眼睛啊 去学习一下这些小窍门 或者你自己先把它弄好了 放在洋水里面泡一下 也是可以的 因为咱们刚刚错过了一层啊 最外面这一层呢 等一下就可以直接把它这样子拿掉 因为已经捉断了啊 捉断了之后 你看下面都可以拿掉的 拿掉一层呢 就显得没那么拥挤 看一下 然后再往下面打一点 现在是这个样子啊 还要往下面打一点 让它多刀去的好处呢 就是不会伤到滑板 也比较好控制 有时候啊 一刀去的话 有时候去的多了 有时候去的少了 插进去旋转 就可以了啊 等一下一刀给它偏掉 我们这样子不要插得太深了 再去旋转啊 因为太深了边上这个是不锋利的 首先插浅一点 插浅一点 让这个U型的这个地方啊 这样子旋转呢 这个圆就特别的圆 然后再去加深 如果你这样子插进去啊 等一下再去旋转呢 这个边上就会有很多的毛刺 所以这样子先学 然后再往深的场 这样子才是更好的 明白了吧 接下来呢 就是把这个莲子给它取下来 一个一个的粘在上面就可以了 这个白莲花配这种绿莲子啊 看上去更加显眼 可以把它盘练一下 OK 咱们来看一下完成效果啊 就是这样子 这是一个基础教程 非常的简单 新手的话 一看应该也能看慧 然后这个朵花呢 是采用了工艺的手法 有写实也有写意啊 写实的就是这个花瓣 就像真的一样 然后这个写意的呢 就是这个中间这些 其实并没有那么长啊 这都有点夸张 我们新手练习的话 三大难点 第一大难点就是分半分不均匀 第二大难点就是中间这个 这个抽这个练义抽断 控制不好 然后第三点呢 就是中间这个黏包去不平 比如说去的时候啊 把边上去断了 这个就是三大需要大家去掌握的 然后一些小窍本就是这个 年花这个洋葱啊 是刺眼的 我们可以打盆盐水放在旁边 这样子呢就 不会那么 拉眼睛了 其实咱们每一个视频里面都有知识点啊 对于大家来说 可能只想看老司机翻车 对于我来说是一种挑战 也是给大家订入了一些知识点 就比如雕刻达妹 雕刻这个桑果啊等等等等 其实让大家了解呢 水果也是加深了大家对水果的认知啊 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